好,雷姆,正在这儿瞅呢,别动啊,待会儿他们,这帮小家伙吃多长时间了,咋啦,不为啦,大家好,我是金阳,现在我们丽娅已经生完了,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也能吃了,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啥呀,奶水,油,挤出来一点,这个七小只呢,我感觉,总感觉他们吃不饱, 奶水不多,不好的意思是,我打算请一个奶妈,过来喂一下这七小只,看一下这七小只,实际上,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长了,不是说没长,只不过就是啥呀,我总感觉他们瘦,在一个这个,毛色,不光亮,在证明我们丽娅的奶水不怎么好,找我们雷姆来帮忙, 啊,我们雷姆的奶还没有憋回去,他这个奶水肯定够吃,你进里边,闻了一下,不是自己的孩子想,想掉头子走呢,我得把它更烫,让小狗都吃上奶,看着奶水都烤着呢,等着我,躺下,都吃上了啊,看我们小家伙能吃多长时间,上去就用奶水,看不, 啊,这证明就是啥,给我们加拿力,已经断完奶了,但是我们雷姆奶瓶那边奶,一直都在这存着呢,实际我们雷姆这奶水已经有四十多天了,啊,小狗断完之后, 有个三五,三天到五天吧,啊,这奶水还好着呢,你看这个,大家说我这办法可行不可行,啊,我们这个小黎雅也过来,晚上的时候在这喂奶,白天的时候我们雷姆,可以串两次场,哈哈,这个加拿力,他们那几只不吃奶了, 咱把这个小斯大福们,来给带一带,虽说我们雷姆的奶水营养不高了,但是也能给这帮小家伙儿,冲击,对不对,他们吃饱了之后,再加上我们莉亚的奶水,哎,这就够够够用了,本身这个,本身这个小斯大福啊,他们体型就小,慢慢来,等到能开腐蚀的,他就长得好了,长得也快了,啊,好,雷姆,正在这丑呢, 别动啊,待会儿他们,这帮小家伙儿吃多长时间了,咋啦,不会啦,别看我们雷姆走了,但是他喂奶的时候,还是往那里躺,他知道奶瓶的没有奶了,他自主的就站起来赶紧走了,都是这样,但是我们雷姆不去给他们清理,可以喂他奶,这已经够好的了,让莉亚进来,帮他们清理清理,我们雷姆辛苦了啊,这个月月餐给小女王做的, 这多,啊,给这个雷姆吃点,剩下那汤,都给那谁,给这个雷啊,给这个小女王,给虎牛让他们吃,让我们雷姆也尝一尝,这个鲫鱼拌面的味道,好吃吗雷姆? 我们雷姆今天帮忙,不能白帮忙,今天给这个小女王,虎牛他们做月子餐的时候,这面条正多了,哎,把这捞出来一点,还有这个鱼肉,还有这个汤,给我们雷姆来,来上一顿啊,也给他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啊,让他多下的奶,让我们小莉亚这个窝也多蹭两天,这个雷姆啊,带莉亚的小鬼也就是带几天的事, 我们雷姆的奶水下来之后,就不用他了,啊,就让他把这奶给回过去就行,啊,这两天就得让我们雷姆辛苦一顿啊,几只大一点的就是不一样,他们吃奶的金头,比那几只更足,你看看这个奶水,啊,都厌不及了这,哎呀好,我是金阳,今天把这三窝小狗啊,都弄出来了,把他们窝里边彻底的就是给他们 消消毒,清洗一遍,啊,你看他们都挤到一起了,五妞的这窝和丽亚的窝,他们挤到一起了,你看看,大一点的就是好一些,就是躺着就睡着了,小一点的,还往人家身上拱着在这儿,我们小女王这个窝更大一些,就让他们在这个车子上倒了,啊,哎,小眼睁的,睁开了,已经有亮光了现在,把这里边, 全部打湿,看看,拿这个消毒液直接打湿,好好刷一遍,这里边太脏了,给它好好消一下毒 小丽亚这里边也是,全是绿水,我得好好给他们清洗清洗,唯独我们小女王这个,还能看得过去,啊,这个 也得清洗清洗,消消毒 他们产床已经泡了一会儿了,我赶紧拿那个钢瓷球,给他们全部的用手 那个擦一遍,再拿喷枪给它洗了,然后 再拿电扇,给它吹干了,吹干了之后就可以入住了 开始吧,开始干吧,大块的先擦一下,鼓妞的,打扫完毕,厉害这个,也好多了吧 这绿水是一下掉不下来,慢慢清点,我们多米这个也打扫完了 一会儿晾一下,把电扇擦开,干了之后就可以入住了啊 今天抽时间把这窝里边全部都打扫完了,电扇吹着呢,一会儿这小狗就能抱进去了啊 这院里呢,刚才我妈来了,把这个院里边,这个,拔那个草芽,还有这种树掉下来 那个子儿,跑出来那个芽都给拔掉了,扫了扫院子,我闺女也来了 人家在这个屋里边,把我种的屋给打扫了一遍 这下能帮我省很多的时间,你看这帮小家伙们,世界多美啊 该回去了啊,窝里已经干了,这让我女儿在这看着呢 看那只跑哪儿去了,上哪儿睡去了啊 你看人家都在这儿,她非得要跑出去睡觉 拿回去吧,闺女,走吧走吧,往窝里拿 结果我们的努力,这个窝里终于干净了 这家伙,看着也舒服,大狗们,小狗们,住着也舒服,对不对 必须得干干净净的,等一会儿就把这大狗放进来 挨个儿的,就让他们进来之后啊,先去喂奶 把丽娅放进来之后啊,本打他,辅助了他,小狗吃奶呢 这家伙,不知道哪条狗拉了,整了这几条小狗身上全是的 先让我们丽娅给他们清理清理,一会儿再说吧,吃奶不着急 先把卫生清理好,先来看看我们虎妞这几只,你看人家上去啊,虎妞往这一扛 这小狗们全部都吃上了,哎,我们老二努力的采奶呢 在这儿,那头一周一周的,好,让他们吃吧 我去看看那个小女王的小狗吃上了没 我们那几只大一点的就是不一样,他们吃奶的劲头 比那几只更足,你看看那个奶水,都厌不及了 再拿一个小狗把上面那个奶,奶瓶给它吃了 那后边那奶肯定奶水多,你又上哪家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小女王的小狗吃不上奶了 奶水已经够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奶,都厌不厌不及 那个奶水都吃出来了,从嘴里都流出来了,不是吃出来了 你看看这个劲儿,哎呀,小肚子呢,一个比一个大 你要拿手上去摸一下,摁的时候摁不动 就跟那个小孩刚吃完饭的那个肚子一样,摁不动的 大家好,又该给这个小女王和虎牛做月子餐了啊 给她们做一道美味营养啊 催奶效果好,极又简单的一道月子餐 咱们现在开始做 采用食材,压心,鸡肝 鸡鱼三袋 小鸡鱼 还有一个嫩南瓜 这个南瓜比较面 整个都给咱们用上 看看这汤多白啊 这鱼味特别鲜 把它们捞出来晾一下,下主食 把这卤子捞出来之后啊 看这里边好像有鱼刺 我还得必须给它二次加工 全部给它搅细一点 让它鱼刺全部搅烂 它就没事了 凉了,凉凉了,准备吃 看看 这就是成品啊 这就是挤鱼搅成泥的 拌这面条 挤鱼拌面 让这俩母狗吃一下 这个高汤啊 炖鱼的时候多炖了一会儿 你看这汤多白啊 你看没 精华都在这汤里边 这个肉全在这里边 吃点面条还能暖胃 对胃口好 让我们小女王先吃 但是这鱼肉跟这面条的拌一下 别到时候一会儿不吃了就麻烦了 是吧 光吃肉不吃面条 那哪行啊 哎 这稍微一拌 看看 这鲫鱼拌面 这怎么样 又好看又好吃 我就这给他拌了一下 他吃了一口面条 还往下吐呢 刚才 你是气人不 哇 这一个鸡蛋就这样吞下去了 哎呀 你渴得一地 你得给我那啥啊 你得给我清干净了 光吃鱼肉也行 那面条不吃的话 那就给别的狗 哎呀 给他准备的这个月子餐 他倒好 光捡的好吃的吃 希望你吃完之后 一会儿吃 把这面全都吃完了啊 让我们小女王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的奶水 更好啊 带这五个小狗就不费力了 你看见呗 你还得让我把面条给你弄碎 还是咋的啊 哎呀 第一次吃面条这是 老想叼出去 你咔咔摇两下不就行了 对 你摇两下 气人不 那就喝汤吧 这面别吃了 这汤好啊 这汤底儿也是有鱼肉 然后这汤炖的时间长 你看 看这个汤都浓稠 还白 啊 精华都在这汤里边 把那鱼肉的营养全都炖出来了 炖到这汤里边了 看来我们这个小女王是吃不完了 啊 这家伙有点挑 这面条 白面呢 好面 哎 他就不好好吃 光想着吃那种鱼肉 你看 又叼出去了 你气人不气人 还叼出去 他也吃完 他只不过就是 有可能 嫌这个面条太长了 嗯 哈哈 气人 看我们虎妞吃饭啊 先把面条吃了 一会儿他吃鱼肉 你看人家吃 别喝汤了 先吃面条 一会儿混混的喝汤啊 人家虎妞吃面条 吃鱼肉 然后再吃鸡蛋 人家有顺序 你看看 啊 吃完了之后再喝汤 两个母犬吃了同样的月子餐 你看人家吃的香的 你看小女王啊 吃根面条 还得叼出来 尝一点 都得放到地上 然后慢慢吃 你这家气人不气人 我刚才 把那面条 跟那个汤 都给他放在窝里了 他慢慢就吃完了 他放窝里之后 他就不叼出来了 也够气人的 看我们虎妞马上吃完 你看人家这个 低下头吃东西 就像那边回事 是不是 狼腾虎咽 绝对不抬头 这就是我们虎妞的作风 吃饭就是吃饭 玩的时候就是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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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